今天拍片不一樣 今天是我們不專業模型分享 請了專業的攝影師 亞洲攝影天王阿邦 阿邦是誰呢 就是最近5月30號即將上癮的 31號 5月31號即將上癮的 陳彥博的電影叫出發 這個片子去南極拍的 攝影師就是阿邦 今天我們用拍電影的規格 來拍這個模型技法介紹 幹你娘這樣會不會太奢侈 當然不會 因為他剛剛那個手機的軟體 當機 所以現在用也沒有什麼電影的效果 所以說幹你娘就是 專業的攝影師 用非常不專業的一般的 iPhone來拍 那先不囉嗦 來介紹今天的這個東西 這個叫水彩遮蓋膠 也叫水彩留白膠 這個用來幹什麼呢 這個用來以前畫水彩的時候 你要畫光影的時候 用來留白的 它的特性 它是水溶性 然後呢打開來 聞一聞 噢幹你娘 有夠臭耶 他媽的阿摩尼亞的味道 那個很臭 但是這個很好用 什麼用呢 倒一點點 不管在湯匙裡 一點點就夠了 用不完浪費 你蓋子一定要蓋好 它接觸工具很容易乾 牙籤 如果你的雞雞比牙籤粗 沒關係 牙籤 點在你想要掉漆的地方 你不要用毛筆喔 你用毛筆的話 那個毛筆會毀掉 點在你要掉漆的地方 那這個的優點是什麼 這個的優點就是說 它很好撕 手一滷就掉了 吊梯的大小自己控制 吊梯的大小自己控制 今天阿邦來幫我拍 運鏡應該會不一樣 但是它那個軟體壞掉 但我不知道它那個 用那個一般的 iPhone的手機的那個 攝影功能能拍出什麼鬼 這個學弟阿邦 跟我在上海一起常常喝酒 晚上去喝酒 曬太陽 晚上曬太陽 那個早期待過上海的都知道 晚上曬太陽是什麼意思 這個不用我多講 如果你不知道 晚上曬太陽的話 就表示你不是那個年代 待過上海的人 這次 curiosity 就是用法很簡單 就是點點點 如果太多 手把它碰一下 那面積太大也沒關係 到時候還可以補啊幹嘛的 我們點在會掉漆的地方 嗯,更厲害 其實用量也不會很多啦,你不要倒太多,倒太多用不完浪費 其實每一次都有點浪費啦 當這個,邊做東西邊掉,這就是我們方丈的特色 基本上會掉漆的地方點完了以後,我們要去噴漆了 然後我們現在到噴漆房 攝影師,要跟著走 噴漆房的光線可能不太好 不過沒關係,這種專業的攝影師不怕這個 你看這個又掉了 把漆喇喇的有沒有 會不會太稀啊 看起來好像很稀 不過沒關係 照噴不誤 噴漆房又噴漆 然後再換比較深一點的顏色 排渣 排渣 好,零電掉下來沒關係 這不是重點 OK,噴好了,我們現在等乾 等乾,然後就去把它 那個水彩水蓋已經剝落了 我們會全面 當我們在等油漆乾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是橫山洪的 對不對,這橫山洪的那個小機器人 東西邊做邊掉,零件到哪了我現在也不知道 不過沒關係,等一下找的回來 找不回來再做一個就好了 不然我們可以做戰索 通常為什麼選擇水彩遮蓋膠 不用那個浸式的膠 那個遮蓋液 因為水彩遮蓋膠第一個 大罐便宜 第二個 它非常的好濕 那個浸式的很難濕 它那個油漆還沒乾 所以可以先扯淡 那那個阿邦呢 對不對,就一直在上海 最近在,都在拍電影 他說他現在不拍平面 不拍平面 阿邦就很秋 很臭皮 對啦,阿邦很有才華 阿邦很有才華 長得像清朝人 長得像清朝人 那個,一般人家以為都是他在演那個殭屍片 那個,跟我們在上海非常好 常常喝酒喝到 大家找不到他 然後零下三度的時候 穿著一件吊嘎 還有那個 球鞋 還有一個長褲 然後光頭 然後他的衣服 手機 錢 背包 攝影機 器材 全部被我們帶回家了 他一個人 剩下他一個人 睡在酒店裡 然後 錢櫃啦 錢櫃嘛 不是CEO 不是萬提館喔 萬提館啦 錢櫃是復興公園啦 睡在CEO的包廂裡面 CEO是什麼 CEO是酒店 也就是那個台中金錢報的上海分店 那個 大家找不到他 然後零下三度 他只能 自己一個人走回家 真可憐 那個 講一講 漆也差不多乾了 現在來看 你看這個東西 漆乾的話 一摳掉 你可以用手摳 現在看 這個效果 當時我預留的那個 紅色的底色 預留的紅色底色 所以現在一摳 那個底色 你看他 他就剝落了 我應該用亮一點的 亮一點的顏色 那個 那個紅色 跟那個橄欖綠 那個 那個 牙刷 不用那個牙刷啦 牙刷太兇了 不用那個牙刷啦 牙刷太兇了 那個 就是說你有用水彩遮蓋 叫遮到的地方 他的漆很容易就摳下來了 那你就會剩下邊邊的那個 那你特寫一下 這個 那個 掉漆就出來了 他就透出底下的 顏色 應該用亮一點的顏色 這樣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這樣掃一掃 他就 這個皮就掉下來 好 好 是不是很簡單 太簡單了 對不對 啊那麼簡單 對不對 就去買一瓶那個 水彩遮蓋膠 那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很好用 到時候我會把那個 這裡還有一些要摳一摳 把那個釣機做完的效果 用那個 用照片再拍一次 用照片再拍一次 OK 好 那個 今天很感謝阿邦來幫我們拍 他說他等一下要編輯一下 看看他編輯出來是什麼效果 OK 掰掰 阿邦來幫我們拍了 拍到我們去掌的 廳輪 趕五 tickets 阿邦來買到 我快點了 把這張 鯊子 所以我們可以安排 吃一個